六岁石家庄人硕士清华大学学计算机专业 大家好 我是真凯 我本科四年是软件工程 研究生三年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很高兴来到今天这个舞台 谢谢大家 真凯是我清华的校友师弟 他本科是在西安电子科大上的 保送清华计算机系读研究生 研究生第一年 已经把硕士论文毕业论文都写完了 所以业余时间去交托福 交了几个月就被这家机构 直接把他升为主管 因为发现他不仅托福教得好 还具有很好的领导能力 真凯是清华的学霸之一 而且确实是不光是学习好 而且其他方面也都很强 你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学霸 你懂得只要有学校要凭各种奖项 都会有一堆指标 所谓学霸就是所有的指标 只要能量化的我都会量下你 这样的人就成学霸了 其实西电四年我确实当了四年学霸 典型意义的好学生 你看两次国家奖学金 然后输入节目竞赛 但是到清华别人问我 你还是学霸吗 我说不是我戒了 我不再做那种 戒了 对 学霸还可以戒的 可以的 对可以的 来解释一下 这个戒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戒掉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特别作为一个男生来讲 三十先要不货 然后努力干十年 四十才要而立 最重要的 先不货再而立 对反了吧 他是不一定要说的 他要先不货再而立 对 三十而立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比较漂亮的说法 但对于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先要想清楚 对 想清楚以后做十年 然后我们看看四十岁能做到什么样 这倒是我听过的一个新奇的说法 我还是没太听明白 就是你把学霸给戒了 那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对呀 我现在其实言而言三 我发现我其实做一个教育 尤其做托付 我做得很成功 同行很认可我 而且当我真正上公开课的时候 几百个人在线听我 我发现我能帮这么多年轻人完成一个考试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听你这意思 你要创业啊 因为你想让更多的人受益吗 其实我比较规避这个字眼 因为它太热了 有很多泡沫在外围 那实际上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这样的 你看首先我是计算机专业 你知道ETS现在每一次托付G2E的报名费 都一千多块钱 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 其实家境并不富裕 但要一次一次的考 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ETS并不是人工来判卷 他们有e-reader 有speed reader 基本上你们的成绩到那 很快就打出来了 然后十天再发给你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有两点 第一个 我有我的办法能够攻克托付口语 第二个我特别希望 我们也把一个能够模拟自动判卷的系统做出来 那学生们可以练好了以后再去考托付 这样我就能给国家省不少钱 这就跟其他培训机构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 现在您能告诉我哪个机构 现在有一个电子判卷的东西吗 就是你的核心创业点 你认为你的参与化竞争 是你的电子判卷系统 是吧 第二就是我现在所讲的东西是 金凯 我觉得在你这个年纪找的一个梦想挺不容易的 你已经这么明确的目标 你来这找什么工作呢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以为在座的各位可以给我这个工作 对 只不过后面一会儿我会把这个工作 除了我还沾点边 其他人不沾边 其实我跟你说 曾凯他心里不明白 他刚才说了 他今天来找工作是找什么岗位 产品经理 知道现在市面上VC投钱投的最多的是什么岗位吗 就是产品经理 只要你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 大把他VC追着 你出来创业吧 出来创业吧 所以他是先要找到一个平台 我来做产品经理 只要你的平台够大 OK 就有VC给我投钱 他的逻辑非常进行 其实他这个想法 从技术上 咱让他回答行吗 你真是解救大使 我没有解救 我推荐人 我给补充 你需要他补充吗 这个其实我 恕我愚钝 我刚才并没有觉得 这个自己遇到了危险 我只是觉得 刚才这个 看没有沐岩 不需要你 我觉得你要做产品经理的话 你自己要讲清楚 就你那沟通方式 直接 就那样 你一点端着拿着 会让我们感觉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刚才 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不懂在何处 我给你解释 听见没有 郭德纲的风格 你还敢跟他打嘴杖 不是 他似乎很谦卑和谦和谦和 但是呢 骨子里有一个 低水不尽的一种抗拒感 你今天是在找工作的 没有任何老板 他们主动有那个兴趣 想要了解你 我觉得你应该掌握 主动证明自己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诚意和态度 我这样来说吧 这样说大家不要说我狂妄 因为我是被逼成这个样子 是这样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我觉得很能赚钱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很多公司在座的 这个12个公司 我觉得都适合 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托福的一个在线教育 能够去吸纳一些非常急 去把成绩考出来的学生 通过这个方式去盈利 还是一堆人在 稍等一下 这越来越有点像一个项目的路眼 对的 这有点像在找合作了 不像在找工作了 就有一点变了味道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项目 确实是不错 你本人也很优秀 但现在已经偏离了求职的轨道了 我们这只是求职位 不是来拉赞助 或者是找合作方 你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说你还是要找一个 比如实际的产品经理 对 为别的公司去私去工作 当然 去积累经验 当然 在为你的项目 所以项目可以先少担心一点 但我持有不同观点 因为他在这个项目上 是目前想的最透彻的一件事情 如果他把这个项目 讲得特别清楚 我们认可 我们反而认为 他的逻辑能力和项目 项目管理能力会很强 曾凯典型的代表了 天之交职的那一类人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这个孩子我看好 关键曾凯 你这次你是来求职的 我是来求职的 第一原则求职 第二 他有个想法 他要把这个想法讲出来 在一个平台上去创业 先去实习 然后再去创业 是不是这样一个路径 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到创业 我只是觉得 如果这些在座老板 忽然发现 我是一个能把它讲清楚 而且这个想法确实很好 OK 你来我同时 我给你这个环境 你去试一试 我觉得在我们起 那就把这个环节 放到第二个环节 好不好 我们来确定一下 是求职的职位是产品 产品类 产品类 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在北京吧 是实习还是正式工作 我觉得可以先实习 先实习 对 有薪水的要求吗 我们能不能也放在后面 我其实觉得 在第一轮谈钱是伤感情的 曾凯 你刚才一直不背不看 就说到钱这儿 稍微怂了点 你在乎第一轮留灯 是吗 其实你发现 他有一个口头禅 当你复述到某一个 他原来的问题的时候 我才会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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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实话 不要说具体数字 不低于多少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比如说实习吧 其实实习三到六个月 那么我们看 如果这个产品 比如做得好 之前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后做 如果不行的话 你能不那么磨磨叽叽吗 这样子 之前这个 我刚才听说 我们这个有较六十万的 是吗 确实以前有六十万 关键是 那个人 关键是你要多少 你甭管别人 你管他别人要多少 我一直以为你是超凡脱俗的 看样子 你在乎的东西还挺多的 那就六十到一百万吧 六十到一百万 我认为他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自己想干嘛 是创业 是上班 还是其他 他只是想有一个地方 然后我想说 我很牛 我很优秀 所以你们都应该把我请回去 你们应该 把我的idea 变成现实 这个你要明确 你要做 你去做 不是做你那个项目 比如说去 优生教育 帮他们开发产品 如果不做你这个所谓的 托福的月圈系统的这个产品 别的产品呢 做不做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像 比如说在咖啡之一 我觉得一个咖餐丁 对吧 那如果在他们这个餐饮链的基础之上 如果推出一些沙龙 推出一些特定的演讲等等 那行 那我明白了 别的你也可以接受 等一下 你有两个逻辑错误 真凯 你知道实习的定义是什么 从字面解释就很清晰 实践学习 对 你现在成了要求我们定向培养了 这是第一 这是一个逻辑错误 第二一个 比如说你说都适合 那优慢家法 你跑到他那去弄英语 你怎么结合 我其实挺想不通的 是这样 就算你想搞跨界 创意的跨界 你这个学烤托福跟卖家具用品 什么关系呢 是挺难的 我也在想 是这样 我刚才应该说的是 在12家企业里面 有很多我觉得是可以去谈的 我没有说都适合 第二就是 实习确实 一般意义上来讲 就是 OK 我给你个机会 你去锻炼 可以的话 我录用你 对 但是我现在 在这个项目上 我有比较明确的想法 如果我们觉得 比如说 不管是教育也好 不管是互联网公司也好 可以做 我觉得就可以 教育培训行业 本来就是个独立的行业领域 它已经超 规模已经超越餐饮了 你没必要再去玩跨界 这很错乱的一个逻辑 真凯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大家 这个环节开始PK你了吗 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 你拒绝 你的选择才有力量 你现在所有的东西 你是否都想 让大家都留着 然后你在你心知 含含糊糊 在你去的企业方向上 含糊糊糊 反而让我们产生了很多困惑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你 你是一个优质生 而且你也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那你为什么不能直奔主题呢 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到底是要去什么行业 对 为什么要去那里 然后实习想做什么 清清兮兮的 然后其他大家 不给没有这个工作赶快设计好了 明确一下这几个问题吧 你到底想去什么行业 到底去哪个行业 做什么职位 是这样的 如果我的优先级 我的priority其实就是 可能是教育和互联网这样跨界 我不知道这个在教育里做合适 还是互联网的公司做教育合适 第二不低于多少薪酬 如果要是按月给的话 我觉得 实习 你是说实习工作吗 对吧 是你去学习为主 学习为主 刚开始一个月两万块钱吗 实习工资不低于两万 每个月 还有后来吗 那如果要是 比如说愿意按这个项目 一个周期去资助的话 那就是另一个概念 好吧 第三个问题没回答 你去了是否只做一个项目 还是愿意愿意公司给你派了任何的活你都干 任何的活我就不值两万了 我只能是说这个 其他的我可能就得按另一个航行去拍 关键是这小哥们是什么 他是想到你们的公司 谁有这个意愿 我跟你们那搞一实验室 你给我当充滑机 他是这样 他还是来拉项目 我要说回我刚才的话 我本来是想给你个机会 让你去展示这个项目 把它讲清楚 为了什么 为了你好有一个在公司里来应聘的一个机会 对 但现在你变成什么 变成赤裸裸了 我只要干这个项目 你有做过互联网产品完整吗 没有 没有 OK 那么你这种情况 其实你首先应该到一个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58通城 他们的产品部门去学习 怎么去设计一个互联网产品 虽然说你是个学霸 虽然说你的电子科大很牛 虽然说你在清华现在放弃了做学霸 但应该很不错 但是你毕竟没有做过产品经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两万 还一定要做你的这个产品 你这个产品 我说白了吧 有一定前景 技术上实现很难 而且产品你也不太懂 怎么做产品 我一句话就能回答 你这么多 如果能开这些两万十七工资的 不是父子就是母女 没有 害怕失败就不要做企业 对 就一个艺人不可能每一部电影都能让它更红 投资两万就能做父子关系 这个我觉得是我魄力稍微小一点 三到六个月 一个月两万块钱 投到最后才十万左右 但如果产品成功的话 收益是多少 大家都有概念 如果说真的一个儿子 能再半年给他的父亲 挣到这么多钱 我觉得那是多么孝顺的一个儿子 甄凯 既然你用了我的逻辑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就告诉你 只有亲生父子才会不计较学费 干儿子 干爹还是要计较的 万一这钱赔了呢 开掉啊 很简单 你毕竟没有做过互联网传品 你反正可以说 我一个月要五千块钱 我帮你们先做你们的互联网传品 然后从中我学习完以后 我再把我的项目看能对接上 这样不更靠谱吗 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 应该跟低调的仗是自己的才 我有才华 但是我做人很谦卑 但他不是 他是我有才华 我做人更的好 为了他这个产品经理的身份 我刚刚问了 我们公司的重要的高管 也问了一个在Facebook工作的中国人 说一个产品经理的正常工资 是一万五到两万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 其实呢 我坐在这里我就在听 我觉得你表达能力真的很好 可是你在表达的过程中 你一直想赢 因此我要讲的是心态 所以我送你这句话是 平静才能擦亮自己的眼睛 送给你 我们公司给得起两万块钱 一个月的薪水 但是首先你没有任何成功项目的经验 其次你之前的所有的经历 是一个教育的经历 如果你今天找工作 是一个托福口语讲师主管的工作 可能有人会给你两万块的薪水 但是你要找的是产品经历 对于我来说你是零经验 两万块以上的薪水 我绝对不会考虑 这是我对你一个中肯的建议 谢谢 越是优秀的学生 他们越是知道自己是谁 而不是纯粹的去狂妄 骄傲或者说迷失 如果他狂妄的话 是因为他没有见过更优秀的人 我觉得你今天不是两万块 五千块或者三千块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找一份实习的工作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而且还要是你指定的 一个方向的实习工具工作 至少我肯定是不太能够 给你提供这个机会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请选择 还有三位留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准备了什么 TPT是吗 对 来解释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 我觉得 对 这能表现出来 我其实 做东西认真归认真 其实也是一个玩家 我是一个玩比天大的人 我觉得 很多的事情 如果有三分玩的心态在里面 会做得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下一站 这是我的近一年的体重变化 这个跟求职也有关系 去年的暑假的时候 我180斤 对 但是 为了找女朋友 后来捡到160 然后 找到小马工作以后 因为挣了白领的钱 在清华那么多食堂吃 所以一个过年 就涨 两个月涨到50斤 我是真正意想吃火 因为我 死生健康 知之度外 体重 就更耐克不了我了 PPT没有了是吧 对 就这两一 确认你这个PPT 给我们的 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吗 真是个傻家家 我觉得太可怕 徐瑞 他是一个面识 是的 不是 他给的是一个面识 他一定是要先接地气 然后你才能成长 他飘在天上 他已经飘在天上 他成长空间在哪里 他是没有的 真正的职场 谁要你玩家 谁要你傻家 不是那两个词 那两个词拿出来是调戏我们的 或者说那两个词 对职场的最大的争计 学霸 不能拿学霸 作为自己的 作成功人士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他完全错了 现在我想给你一个定义 是什么呢 一个从异地保送清华的 学习不错的学生 初入社会尝试了实践 然后得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不到的收获 于是我给你四个字 叫小人得志 是小孩的小 你还年轻 但不是坏人 你理解 但你不要过高的 给自己一个判断 我的理解 今天你在耍我们 我是愤怒的状态下 把灯灭掉的 但是你这个小孩 88年的 小孩 我很认可 我也认为 你应该有一个 很好的未来 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坐在这 被耍了 有个别的老板 可能他在措辞上 显得语言稍微匮乏一点 因为他们毕竟是 做企业挣钱为主 不要紧 等把企业混到500强以后 练汉字 捏捏脚 茶道 慢慢学起来 都来得及 行 我问两个 然后决定 我是不是 咱们有积蓄 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开发 APP基于 iOS的 APP 这个东西 熟不熟 这样 我今天真的不是 在想找一个 程序员的工作 这个我在简历里写了 对 那我们也第二个问题 那么其实 为什么我们留灯 蒋老师 我对你还是充满好奇的 你提到了咖啡机 提到了产品经理 那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 2万块钱的实习工作 如果你能提供的本质工作能力是什么 如果在咖啡之一的话 我觉得其实挺想办一个沙龙的 因为我刚才专门问 咖啡之一在北京有哪几个点 说三里屯有一个 那边有很多高档的小区 可以组织这些家庭 带着他们的小孩 比如说很小 甄凯 首先啊 你要真办那沙龙 他的营业执照就得增效 而且他还得办教学资质 非营利教学资质 你这就是创业 这根本就不是项目合作 我觉得 那如果说讲一个文化可以吗 甄凯 甄凯 这事真别往下说了 你知道吧 就跟我再给你500天 你也受不成一道闪电 是一个道理 对吧 这今天是不可能结合的 对 第二轮选择 屈国瘤 你很牛 希望你能承担成功 再见 谢谢大家